这次我是挖道宝了 黄天鹅的日式糖心蛋空口质也太妙了 它是那种气氛食物流行刚刚凝固的质地 再也不用担心自己做的糖心蛋过身了 鸡蛋几乎每天都吃安全更重要 普通的鸡蛋会有蛋腥味 而且如果煎不熟煮不熟 还会有沙门式菌的风险 平时就吃黄天鹅可生式鸡蛋 所以除了糖心蛋也马上试一试 不仅毫无蛋腥味 开袋及时 而且做的还是日式的口味 十多种天然辛香料 用低温工艺更加入味 它是那种淡雅的丝丝入扣的卤香 其实会让我想到 小时候外婆自己在家煮的茶叶蛋 空口吃日圆的选好几个 而且气氛食物也非常适合小朋友 像不像一个暖糯的小月亮 现在早餐下个面条 我就不用另花七八分钟做糖心蛋了 这个吃起来呢 又比白煮蛋有滋有味 看我复刻的石拉面 是不是也有模有样 平时拌沙拉加一颗 也会给这盘草增加更多的食欲 黄天鹅日式糖心蛋 又健康又美味 别忍了 来一颗 得音